这个区是新区,大家看正在修建 这个区是高档中档的住宅全有 大家看这是二层楼的三车库门 这个也是,这都属于上百万的豪宅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加拿大普通中产阶层的住宅 我太太是地产经纪,大家有什么问题 她可以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 下面就介绍这个房子,这是正门 进门以后这是楼梯,右手边那门就是车库 左边就是地下室了,她这个厅很小 从这上楼梯上来以后,右手就是衣柜 左手就是大厅 大厅摆沙发,墙上摆电视 再往前走就是饭厅,饭厅就是厨房 这个是一个通透的,从客厅一直到厨房 这么一个形式的建筑 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楼梯,看看正门 灯和上边的天窗 这个是正面的落地窗 底下就这么一小厅 然后就往地下室了 这个厅很小 它主要是在楼上这一块活动 这种形式的建筑在加拿大是非常普遍的 尤其是公寓 典型的这种建筑模式 这是厨房 洗菜台 炉灶冰箱 这右手边的是一个储物柜 它是装食品的储藏柜 一般在厨房里都有这么一个柜子 这边就是后边的阳台了 待会咱们介绍外边的阳台和周围的环境 大家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个整个房间的情况 下面咱们看卧室 这个房子是三居室两洗手间 因为地下室还没有完工 这是针对的一个卧室 右手边一卧室 右手边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是四piece的洗手间 这个是一个卧室 下面咱们看正对着楼道的这个房间 这两个房间共用这个洗手间 现在这个是主卧 大家看它面冲的是后花园 后边全是野地 这个房间有洗手间 右手边这是一个四piece的浴室 挨的正门的这个门呢 是进入式的衣柜 就是人可以进去的储衣柜 这里很多建筑都有这样的储衣柜 在主卧里头 从这卧室出来 正对的就是厨房了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大厅 就是这样 这边是厨房 这里卖房子通常都配有电器 当然也有个别的人 就把电器拉走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留在这个房间里 包括在价格里头 下面咱们看地下室 它这个地下室没有装修 因为它这个两年新的房子 但是里边呢也都很整齐了 它这个保温层隔断上下水 全都走完了 这个水泵就在这个下面 都完了 一贴石膏板就完活了 电线你看都走完了 灯也都走完了 烟道也都走完了 这个就是锅炉房 洗衣房 和洗手间的上下水都走完了 大的基础的工程 它都做完了 地面也铺完了 水泵地也都打好了 窗户都看都做好了 最后就差石膏板 打隔断就完了 这个窗户很高 采光非常好 在加拿大买房子 尤其是新房也好 二手房也好 它大部分都是做到这种程度 不是像咱们那种什么四百落地啊 其他你在担心走 这个他都给你走好了 当然啊 价格就不一样了 做完这个和没做完这个的价格 肯定是不一样 这个房子呢 它是两年新的 它现在呢 卖71万 这一块呢 就是卧室 可以做两卧室 最少做两卧室 这边可以做大厅 正对的就楼梯了嘛 这一块是大厅 我站在中间给大家录这个像 大家就能感觉到它的效果了 现在我站在房子的后花园 它因为这还没完全完工 后边就是野地了 它这做了一个蓝根 是专门党动物的 所有的后边的饭寺 就是围墙都没有做 因为它还没有 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工 这家呢 已经把地面撒上黑土了 准备种草 从这个后面的正面 看这个房子的后边情况 这个就是它的阳台 看这个阳台上面是这样 站在阳台上往前边看 这个风景非常好 环境也非常好 等全都做完了 然后饭寺 绿化玩绕都住进人类 整个这个环境是非常美的 尤其后边的视野非常的宽广 这还没住进来就没有做 在加拿大是这样 你要是建围墙的话 你可以跟周边的街坊 share 就是大家共享这个价格 从这个角度看 房子的侧面 这是空调 然后地下室的窗户 大家看地下室窗户很高 从里边看根就跟一层楼一样 这边是煤气表 这个是车库的侧门 这个房子的状况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